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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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一条走廊上成立了很多风格不一样的明镜片 真的只能够用琳琅满目 包罗万象 五花八门来形容 你要可爱的啊 警觉的啊 艺术的啊 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我不要以为它就是表面一层而已 其实这边还可以轻轻地翻起来 诶 里面还有一层哦 而且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很厉害的美字达人他们的原稿 很适合收藏 或者是带回家摆拍也很美丽 在整个明镜片柜的旁边啊 还可以看到漂亮的线卷 不过这个是我还没有涉业的领域 现场使用的朋友们可以来推荐推荐哦 好 我们走到茶底上的后面空间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业者的文具 还有生活杂货的选品 我喜欢的纸胶带也在这一区 其中 我最喜欢的纸胶带也在这一区 不过对比他们所拥有的印章来看啊 纸胶带的数量不算多 但还是有不少可爱的孩子们 好 我们最后在这边 要非常严重的呼吁印章控的朋友们 可以来这边寻宝 因为你看看这一柜 除了台湾的品牌之外啊 台湾品牌印章也很多 那该有的彩色印台啊 这边也出现很多不同的选择 好地方不来吗 另外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空间 很符合茶笔上的形象 因为他们家要提供茶还有甜品哦 在大家沉浸在文具的美好同时 还可以品尝好茶 非常应景 这次前进台湾来到茶笔上 希望大家都有跟我一起感受到 这里的人文气息 文具店人生会一直不顺待的 带大家寻找美好的文具店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文具店人生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